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深鲜士族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硬汉船长 2013年10月17号 国家海洋局海警2350船 正在坐着起航前的准备 海警2350船 行长98米 行宽15.2米 排水量3980吨 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 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 在大海中航行时 可以进行360度原地掉头 同时作为我国海洋权益执法船 还配备了卫星天线 光电跟踪监视取证系统等 使我国综合能力最强 设备设施最先进的 大型中远洋执法船 这一次他们要执行的任务 是去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周围海域巡航 海洋是一首生命的史诗 一部文明的传奇 也是一个深蓝色的谜 它让人敬畏 也引人遐想 多少诗人歌涌大海 感叹大自然的伟大力量 多少小说家以海洋为背景 描写人性 描写人类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这些人 不是军人 但有着军人一样的作风 最快的可以在街道通知三小时之内 全部准备工作都完成 及时起航 他们没有武器 可总是航行在第一线 把海洋当成他们的办公室 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作为他们的工作目标 要了解这艘船 了解他们的职责 我们可以先去认识一下船长 黄奇泉 一直和水有着不解之缘 他出生于世界上最大的沙岛 上海崇明岛 宁波海洋学校毕业后 黄奇泉实现了从长江走向海洋的夙愿 他被分配到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工作 多次参加我国的大型科研实验 科学考察任务 27年航海生涯力 他的足迹遍及东海 南海 南冰阳和南济州 风浪让黄奇泉更了解海洋 更锻造出一个船长的品格 现在统计过 实验上百分之六十六 就是上三分之二的事故都是人为事故 当船长跟当开车 这样实验完全不一样 开车是一个人 但是船是整个城际开的 不是我船长永远开的 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人都要继续进去 2011年被誉为海洋执法新旗舰的武林船入列 在这艘备受睹目的船上担任船长 黄奇泉深知责任重大 从我一上船离码头到我回到码头 应该说我的压力是很大 我可以说是基本上不能说一个二万九 这个海上的斗争形势也是去年严峻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巡航执法的任务 也是非常的这个艰巨 2012年3月 针对某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非法命名活动 黄奇泉和同事们驾驶着武林船奔赴钓鱼岛海域 在于他国船制的周选中 海警2350时刻占据主动 排除对方飞机和船制的干扰 对他们进行驱离成功维权 2012年9月 刚刚结束黄岩岛维权任务的武林船 还来不及休整 又马不停蹄地登附钓鱼岛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六点钟左右 中国海间钓鱼岛巡航编队50152627船 已经接近了中国的钓鱼岛的主岛 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的维权巡航制 船已经进入中国领海 请你再立即离开 作为巡航编队的指挥船 武林船一直冲锋在前 这次巡航也掀开了我国队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海域 常态化巡航的序幕 钓鱼岛居新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富有领土 海域这个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代表政府在对外进行一个宣示的一个作用 我们必须了解相应的条件 不同的情况 还有所有相关的背景 稍显瘦弱的金战 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华学院法律专业 25岁 现为国家海洋局 东海分局维权执法支队 执法组组长 这份工作确实是比较辛苦 但是它也有让我能体会到 我体内的另外一方面的能量 我小时候我家里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 从我从事这份工作以后 应该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执法队伍 像海洋维权队伍这样 他们深切的感受到 大自然的狂野力量和天气变化无常 船上每个执法队员都身兼数职 像金战这样的80后的年轻人 还占了大多数 他们为海洋执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激情 从一些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过这些执法队员 有的人还管他们叫喊话歌 成千喊话 我知道 日本曾经公选出来最受女孩子欢迎的十大职业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海上保安官名列第二 反过来对比一下 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些喊话歌 也是帅哥们 还有待让人们去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他们要克服的不仅是云船带来的那种生理上的不适 还需要面对一些突发的意外状况 维护钓鱼岛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一项复杂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巡航编队根据上级整体布局和海上斗争形势进行维权执法 一直驰骋在第一线 2012年9月10号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临海基点基线 2012年9月11号 国家海洋预报台正式发布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海洋环境预报 2012年9月14号 国家海洋局两个巡航编队开展大规模维权巡航 2012年9月25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痞书 2013年2月18号 武林船等三艘船组成的编队 对侵权船只进行驱离 最近距离钓鱼岛0.8海里 也是开展钓鱼岛陵海内巡航以来距离钓鱼岛最近的一次 作为巡航编队指挥船的中国海警2350船 往往是对方实施挑衅的第一目标 2012年10月 2350船就曾遭遇过一次惊险万分的短兵相戒 不让我正常的行情 不让我转向 最近这个痕距只有无所谨 请李纯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反话 命气体 他都不听 他强行船为船 可能当时情况下 请谁也来不及 一个船像开车一样 我只问你相处相遇 说不定就撕不出来 是相当危险 应该说是我们整个人 一年多来 新航里面最危险的意思 听加27年的航行经验 黄七泉迅速调整航向 避免危险发生 之后继续坚决开展巡航 排除了船只和飞机的干扰 通过了所谓的拦截线 并对侵权行为进行了全程取证 一个船长都得体验风浪 懂得海洋 而一个好的船长 不仅要有娴熟的操船技巧 对形势的精确判断 更需要有坚定的信念支撑 在漫无边际的海洋中 只有信念 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 把大家的努力凝结成一个方向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的海洋战略 那就是海洋强国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这是海洋强国内涵当中的重要部分 为此 黄岐泉和他的执法队员们 一次次启航 一次次离开故土 离开家人 海上态势多变 他们执行任务经常延期 2012年最长的一次巡航 达到了41天 在家人和朋友眼里 他们成为最不守时的人 节假日也难得与家人团聚 一两个月都会见不到他 然后每次每次一回家就说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妈妈 他也会说我也想知道 我去年离开是三个月 我跟谁还没见过这面 说好了好像要回来的 然后又不回来了 我就狠狠的 然后我说你都不要回来了 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黄岐泉的妻子 是一名医疗工作者 一开始在住产市接生 现在在远科门诊 经常值班倒班 工作压力大 一个人照顾孩子做家务 经常忙不过来 还要常常麻烦父母 一回到家 黄岐泉就赶紧到厨房里忙活 这是他回报家人的宝贵机会 其实我其实是什么都会 因为我回去的话 再不跟家属 间调一点家务的话 那更对不起他 我回到家里 我老婆跟他说了 他现在什么都不干 因为这是我也 对他的一份报答 黄岐泉父母去世的早 岳父岳母 就成为他最牵挂的长辈 如果一到一百份的话 您给您女婿打多少份啊 我女婿可以打九十五份 可以说我们的女儿 你对女婿能好 叫妈子小菜 我的妈子小菜要少来 天天从人调活 来去要登登 从人调来送来来 因为你定年还我 你给女婿能好 对你女儿好来 黄岐泉曾经反复 和船员们交流 在尽力工作之余 也要努力去获得 家人的理解和认可 毕竟海上工作有特殊性 他们往往无法 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刻出现 因为叫张浩岐的从事 他错过了他的订婚典礼 这应该是一件 比较重大的事情 但是因为任务在这 我们也确实没有人来 替换他 在变幻莫测的海上 王岐泉用自己的行动和勇气 彰显了海江卫视的气魄 他曾当选为中国网 2012年年度海洋人物 CCTV2013年度法制人物 来形容他就是硬汉船长 意识品质过瘾 作风过瘾 还有技术过瘾 所以说这件事在他的带领下 2350船维护海洋权益的方面 也执行了完成了很多重大的任务 2012年 2012年黄岐泉所在的中国海警 2350船巡航 235天 2013年的巡航 也超过了150天 一年多来 中国政府公务执法船舶 实现了在钓鱼岛海域的 常态化巡航 以实际行动宣誓主权 不如使命 不负重万 用最简练的话 概括黄船长的一生 那就是千锤百炼 志在海洋 身先士卒 共畏海江 海明威有一个小说 叫老人与海 里边有句话经常被人们提起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跟那位老人一样 黄齐全也在不断的 跟未知的大自然抗争 为捍卫尊严而战 但跟那位老人不同的是 黄船长和维权执法队员们 不是孤独的英雄 他们有国旗相伴 有梦想相随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人生若只如初见 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 轻轻走来的是美丽 却没想到会变成飞蛾的迷恋 如果错误只是偶然 为何有那么多的往事不堪 请收看道德观察 错上加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